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叫做左手香 不是叫右手香呢 它的味道啊 感觉是蚊子会怕 听说它是天然的防蚊子的草药 不知道是不是呢 还有说它的神奇功效 关节炎啊 乳腺癌这些都可以 都是它的科兴 不晓得是对不对呢 民间很流行的一个草药 叫做左手香 大家可能不陌生吧 那么可能说 右手摸不香 左手摸了才香 叫做左手香 其实都不对的 其实你左右手摸了它的叶子都会香 其实这个名字都不对的 台湾的草药书籍里面 形容这个植物叫做 道手香 道 就是此道的道 我道了的道 道手香 其实这个名字呢 在草药的课本里面是有记载的 但是这个书本的正确的名字 道手香 左手香 也不对 在我的要点里面呢 我的书本也有写的 它其实正确的名字叫做 绿薄荷 这个绿薄荷 其实左手香 道手香 其实我们要认识它这个植物 叫做绿薄荷 绿薄荷的正确的功能呢 它其实是属于温性的 它有一个方向的气味 对于什么 那么 病症好了 它的功能就是有这个叫做 健脾胃 清肺 止咳 健胃 这个功能的 那么 这个 绿薄荷 这个用量呢 它属于温性嘛 大家都要注意 不能用量过大 很多民间把这个绿薄荷 用在治疗什么呢 咳嗽 咳嗽都百发百中了 不可能的 因为 咳嗽有分 热嗽 和寒嗽 它是属于温性的一个植物 那么 如果是属于寒嗽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绿薄荷 因为它稳嘛 就可以使用这个化痰 有些人吃了根嗑瘦 为什么不准 为什么 你因为正确应用不对嘛 所以你不对症下药 就起到不好的效果咯 当你热嗽的时候 热嗽因为你热嗽有痰黄啦 喉咙痛啦 头痛啦 这个叫热嗽 然后小便也带点黄啦 大便密结啦 这个叫热性的咳嗽 你用这个绿薄荷的稳性 来治疗咳嗽 就火上加油了 对于我的临床的应用这个绿薄荷 我确实是有一些分享啦 当你咳嗽都要分清楚以后咯 你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注意就是寒嗑很好用 寒嗑是怎么样的配舞方法呢 一般上寒嗑的人都会带有一些肠胃病 这个绿薄荷刚才讲了有健胃这个作用 所以它对于胃病哦 也有发挥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配舞怎么呢 当你咳嗽有胃寒的人 体质虚寒的人的话 绿薄荷如果是新鲜的话 大概用30克 再加上枇杷叶或者是农栗叶 和加几粒蜜枣 放下去一起煎煮 就可以治疗 止渴化痰 也可以煎味 消账满 去风等等 这个就是正确的用法了 这个绿薄荷呢 是属于大家都知道 要去了解的 它的背后的那个功能 就是味道 是属于味是性温的 性温温性哦 就是热的一个草药 对于一些热病哦 就要禁忌了 就要不可以用这个绿薄荷 因为好像说我们讲的 发热啦 喉咙痛啦 这个热克啦 都要注意的 不可以用这个绿薄荷 不然的话 就会反效果了 好 咱们 达斯